楼市回院。拖累多个豪宅屋苑赤架失守重要心理关口。北角著名豪宅宝马山花园本月成交单位赤架全数跌穿两万元关。最新有三房户赤架挫近19,735元。 创屋苑予一年赤架伸低。中原地产区域营业经理苏浩德表示。宝马山花园一座低层丝室。实用面积830方尺。三房间隔。原叫价1700万元。中大减至1638万元沽出。 赤架19,735元。撇除内部转让。赤架创屋苑2020年12月后新低。原业主2011年以1138万元买入。 赤面获利500万元。升值43.9%。宝马山花园今个月暂时录得三宗成交。成交价介乎1638万至1680万元。 实用面积为830及845方尺。尺价全数跌穿2万元关。尺组19,735至19,882元。 大角咀豪宅地泊海湾尺价亦失手2万元。代理表示。五座极低层A室三房单位。实用面积673方尺。望街景。以1330万元逆手。 尺价19,762元。不计内部转让交易。尺价属该屋苑去年5月后首次跌穿2万元。 原业主2010年以640万元购入。账面赚价690万元或1.1倍。 北角新进屋若远柏惠山再有业主选手。据了解。三座中层H室三房户。实用面积832方尺。以1980万元沽出。尺价23,798元。 按原业主于2018年一手购入价2175.8万元计。最新造价较当年低195.8万元或9.9%. 大谭豪宅浪琴园今年成交开齋。代理指出。五座低层B室。实用面积1397方尺。 单位为三房间隔。以3550万元沽出。尺价25,412元。 属市价。原业主1993年78828万元一手购入。账面赚2722万元或3.3倍。